好 亮哥怎么看待这份台独内阁名单 其实你讲这个都小支的 跟你讲一个最大支的 赖清德是让首选主当隔魁是谁你知道吗 就是郑力军 你去想一想 我们都认为未来四年最大的危机 就是两岸危机跟经济危机 结果赖清德是要找郑力军组隔 你现在可以知道他的频率 跟你有多不一样了 然后他想到了他要做的三件事 是国家重建 社会改造 洗涤人心 我们在想两岸危机跟经济危机 他在想这个 实际上第一时间 他说如果要找党外 他是找佟子贤 佟子贤家人不赞成 然后他就找邓丽军 是邓丽军有自治之民 他就跟赖清德讲说 他条件不够 精力不够 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 他知道他只当过文化布 那现在也许搞一个什么智库 让年轻人来汇聚 就赖清德到底想这四年他要做什么 这个是重点 我跟你讲后边那些人都是为这四年 他执政的目标迈进的嘛 你看他用人的方式就是 我认为根本他就是自己当行政院长 你怎么看他教育部长这个位置 就是邓清德的意志要贯彻嘛 你去想一想他找郑立军 郑立军跟郑英要一样独啦 他本来就要找郑立军当行政院长 所以想法本来就是这样啊 对 但是因为这个克刚 对台湾的这个影响 年轻人真的非常大 这个不是克刚啦 我跟你讲他要做的不只克刚啦 他找小野来干嘛 他要让台湾成为文化大国啦 我跟你保证就是台独文化大国 哪里只有克刚 你把邓清德想得太小了啦 他就是要搞台湾民族运动啊 台湾民族运动啊 对啦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调子啦 就是台湾民族认同的一个 形塑的运动啊 不然为什么需要洗涤人心啊 对 为什么国家要重建啊 那这样中华民族那条路不就没了吗 当然是啊 所以我跟你讲说 马英九明年还要去就这一次啊 就是你去想一想 他找郑立军当隔回 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就是要搞文化改造嘛 思想改造嘛 不就是这个吗 我只是不好讲说台湾版的文革啦 事实上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社会文化的 或者是说台湾人意识的运动 整个扭过来了 对啦 所以你还在想克刚 克刚那是小事啊 他未来还要拍电影耶 文化运动啊 这小姐擅长的 所以怎么会只有克刚 我跟你讲到时候要广播啊 电影啊什么的啊 很多的啦 不然我难以想象 怎么会这个时间里再找郑立军阻隔呢 对不对 照理讲你如果认知到两岸的危机 经济的危机 你应该找民进党里面最厉害的人进来啊 那只有郑文燦现在人在哪里 对对 到现在还没有缺啊 他找的首先最优先的 他就是先要优先把安全顾好 然后大概就是内部要开始做社会改造啦 国家重建啊 洗涤人心啊 洗涤军心 我知道啊 洗涤军心现在就开始了 思想清洗啦 基本上 我跟你讲那个顾立雄 我就说顾立雄去接国防部长 我第一个是替他担心说 这个军务的管理啊 军纪的管理 还有军构那个复杂程度 你知道吗 结果我现在才了解 原来顾立雄第一件事情来做 是要做军中的转型教育 他想的都跟你不一样啦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说 就是你的那个频率 跟他一直没有接上 所以你就会一直 瞠目结舌这样 不断的瞠目结舌 所以你会说 郑英要这样的人可以当教育部长 你怎么不去想 郑立军这样的人可以当行政院长 你怎么不去想这个 那不是更惊人吗 所以我觉得不可思议啦 然后他整个叫做 AI行动内阁 结果那个AI的头不见了 那个人叫童子贤啊 那个口号是童子贤啊要用的 结果童子贤又不来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会更像是什么 更像是文化思想的改造内阁啦 我现在给我这种感觉啦 而且赖金德在讲 要洗敌人心是什么意思啊 毛骨悚然 国家重建 对 洗敌人心 对 台湾主权 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啊 至少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一个新的新闻啊 陈介仁今天突然讲说 未来一个月要在国军内部做转型正义教育 对 我不知道他要干嘛 我原来顾立雄来接国防部长 就是有这个专长 就是有洗敌人心的专长 我就不知道啦 因为这个坦白讲 这个民进党自己要思考清楚 可是我不管民进党啦 因为我对赖金德并不乐观啊 我现在是要讲国民党 事实上对国民党来讲啊 因为他已经很久在两岸这个议题上陷于被动 对 那比如说有些人对马英九 就怕沾上这个统獨的问题吧 那很多国民党的人 不愿意回答统獨的问题吧 那如果是在民主认同的大架构下 事实上我今天有问几个国民党的公职哦 那他们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不同年纪哦 有问三十几的 也问四十几的 他们都可以接受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 该把问题丢给民进党的时候 我跟你讲 去年四月这个民调 民进党有多少人支持中华民族认同 你知道吗 多少 40 民进党内 百分之40 那国民党是将近80 国民党大概是将近86 用民族来出发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嘛 对不对 不两个党里面都有一些 对啦 不同的成分嘛 我只是在跟你讲说 这个就跟台湾人中国人那种问法 完全不一样 那个民进党认同中国人的不到10%啦 不到10% 那可是中华民族他大概有40% 这个就好像我们以前在问说 你是不是华人啊 对 你是不是中华民族啊 那如果 赖清德如果把这个两岸的对抗 从主权的对抗 拉到民族认同的对抗 那基本上就没救了啦 基本上就没救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人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2000大尔顿 小分子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全过关 品质安全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